什么 你说你要让朕报恩于你 陛下当年遭奸人所害被我父母所救 为报答我父母的救命之恩 向我父母许诺日后凭此信物 来寻你可将长乐公主许配给我 这是陛下当年给我父母的信物 李世民当初随父亲李渊东征西讨时 在一次战役中不小心中了王世冲的轨迹 败走途中他躲进了一户村民家中 并养好了伤 他以一块贴身物品为信物 许诺日后可凭借这信物来寻他 他可将自己的女儿李立志许配给那农户的儿子 你这么说 你就是当年救了朕的那个农户之子 不错 草民正是猪二狗的儿子猪瞎人 陛下 什么时候能安排我与公主见面 常乐身为我大堂的公主 可是我大堂的门面 与常乐见面自然是要穿着得体 常乐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见的 陛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朕能有什么意思 就是论诗而已 若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就能面见公主 那民间那些地体流氓 岂不是也能随意与公主相见 更何况不知有多少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人 觊觎着驸马之位 想要一飞冲天 可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山间的野鸡 根本飞不起来 人有三六九等之分 有些人始终都只能低人一等 不管用什么手段 依旧改不了骨子里的陛下 所以做人还是要认清自己 不然最后只会让人觉得 他不知天高地厚 好你个礼二 当初要不是我父母救你一命 能有你现在的大堂江山 恐怕大堂早就亡了 都说皇帝一落千金 现在看来你李二狗屁不是 再说了本下什么肉夹馍没吃过 不就是一个李立志吗 本下还不稀罕 有些人啊 就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不知天高地厚 目光短浅 到头来之后让人更加唾气 瞎人啊 你觉得朕说的对不对啊 呵呵 陛下说的是 可陛下说那么多好像没有搞清楚 当初是陛下未报救命 知安才许下的承诺 如今陛下却这般指桑骂怀 变着法的嘲讽我 既然如此 今日陛下就当草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请陛下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莫要治我的罪 草民这就离开 这里二的人品 果然如实书上说的一样 出尔反尔 当初只是个皇子的时候 说的话多好听 现在坐拥天下 还高贵起来了 搞得本下 好像真是想攀高枝一样 今天的我 你爱搭不理 明天的我 你高攀不起 希望你里二没有求我瞎人的一天 否则我必将今日支持 双倍奉还 杜兄你先别叫了 本下这就找个地方围保你 听说了吗 上午有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乞丐 凭着一个破玉佩 还编出了一个梦幻一般的故事 去找陛下说要迎娶公主 直接让陛下轰出皇宫了 现在真是什么三级野料都想娶公主了 也不杀抛料照照自己配吗 听说了 不过好像是陛下初而反而 不但悔婚 还把人家轰出了皇宫 还是不要再议论此事为好 前几日东平王府传出 郡主要抛袖袖招亲 我以为只是做个样子 没想竟然倒是真的 这还能有假 我可是听说 咱们陛下要将东平王府的郡主嫁 去吐蕃和亲 王爷不想女儿远嫁 无奈之下才想出这法子的 想不到郡主袖袖招亲 会有这样的后幕 是啊 要是这种好事能嫌疑我就好了 哦 原来是东平王府的郡主招亲 那不就是李雪燕吗 真他娘的倒霉 刚被毁婚 现在又遇到个抛袖球招亲的 还是好好吃饭吧 郡主 再不抛袖球就误了时辰了 难不成郡主想去吐蕃和亲吗 去吐蕃和亲 我自然是打死也不会去的 可是 就这么便宜了这些乡野刁民本郡主 还是心有不甘 唉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听天由命吧 吃饱喝足 该想想以后的生计了 作为佳人集团的穿越者 本家可不能饿死在这盛世 这好像是东平王郡主的绣球 卧槽啊 早上刚被李二毁婚 现在又接到了绣球 郡主 郡主 接到了 绣球被接到了 是何人接到的 那人长得如何 看起来可是那种地痞流氓的样子 依或者是那种四处留情的公子哥 郡主 那公子虽穿得像乞丐一般 诞生的好生俊俏 如果他拿到了绣球 我都想嫁给他 这就是今日接住雪燕绣球的少年 是的 王爷 这位就是接住郡主绣球的公子 眼前这人虽然穿着好似乞丐 诞生的还算俊俏 回去稍加打扮 那还不得迷倒万千少女啊 今日小女在最先居绣球招亲 公子接了小女的绣球 那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东平王府的招亲夫婿了 不知公子姓慎名谁 家中可有家事 在下家人 自幼父母双亡 独自一人流浪 无牵无挂 骄摇快货 哈哈 好的很啊 孤苦无一正好入赘过来 不然还怕他是个富家公子 不仅拱了雪燕这颗大白菜 生下来的孙子还要跟他姓 既然如此 那楚公子就入赘我们东平王府 择日不如撞日 明日就成婚 卧槽啊 大哥 吃肉夹馍都没你这么着急的 明日就成婚 王爷会不会太快了些 我不需要准备什么吗 比如说彩礼什么的 哼 彩礼 你入赘我东平王府 还需彩礼 你只需要换衣服准备成亲之事就行了 至于别的 我东平王府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本家啥都不用准备 只需要明天和李雪燕拜堂成亲 然后还有免费的肉夹馍吃 还有这等好事 那王爷本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还叫王爷呢 岳 岳父大人 嗯 如子可叫也 管家 快去给虾公子准备一间上好的厢房 是 公子请随我来 郡主 别看了 王爷正盯着你呢 父亲 刚刚那位公子 姓慎名谁家住何处呀 你个没良心的 有了夫君就忘了爹 盯着人家看了半天 口水都快流地板上了 好不容易开口说句话 居然还是关心你的夫君 这还没成亲呢 你就处处向着他 要是成亲了你不得上天呀 父亲您就别打去女儿了 女儿只是想看看明日与我成婚的男子 是什么样子罢了 当真是这样 当初你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死活不同意抛锈球招亲吗 如今这是怎么了 父亲这话说的 如今事已至此 就算是地痞流氓女儿也是非嫁不可了 可是女儿看到公子温文俊朗 儒雅中还有些浪荡不羁的样子 若是嫁与这样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事 哼 到底还是人家虾仁长的俊朗 若是个丑八怪 你恐怕就不是如今这番样子了 虾仁 那位公子叫虾仁吗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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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